大家好,我們是校園電視台的記者,我是3V班易雲琦 我是3V班陳智慧 今次很歡迎國際賽車手歐陽若希先生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歡迎歐陽先生 我想問一下歐陽先生,我知道你八歲開始是因為父親的影響 而接觸到和去參加電視賽車的比賽 當初你為什麼會被賽車這種運動吸引呢? 應該很難說,因為我小時候已經是看到我自己的爸爸,他自己也喜歡車 我小時候也是跟著他去參加比賽 我自己也是喜歡車,我開始鬥的時候,我開始慢慢有熱心對賽車 直到我十幾歲的時候,我真的有一個目標去試試做車手 但是我的家長都不是太多壓力 我的父母就叫我玩得開心一點,如果你喜歡,你可以開 但是這個時候,我真的想去做一個,開始在一個方向做這個車手 那我都要花很多心機去,可以玩,可以去玩 那我都要花很多心機去讀好書 嗯,任阿陽先生,你年輕的時候已經獲得了很多大型比賽的旋榮 亦首位登上了法國立馬24小時內力大賽的頒獎台的香港人 那請問你在獲獎之後呢,怎樣可以保持這個謙虛的心呢? 以及繼續努力呢? 因為我是每一步呢,因為一個賽車的生涯是很長的嘛 那我是每個目標都是很小的,是一步一步的上升的 就之前呢,譬如在少年賽車,我自己也是有一個目標 是可以贏到在那時體溫的話,哪一個比賽,一個賽事 那我就是贏到加拿大冠軍,在少年賽車 那有機會上來亞洲,我贏了亞洲冠軍 所以我整個都是想怎樣motivate自己呢,看遠一點 所以我是要一步一步才想到世界賽 那總之在亞洲可以獲得冠軍呢? 那我不會這麼說平安,我挑戰自己去世界賽 所以這些是要有一個motivation 每一步呢,你要看遠一點 那你希望自己可以有那個,有那個 是的,你自己可以 achieve 到你那個最大的夢想 嗯,我都知道你參加過很多次的比賽 和獲得很多學問樹齡,那有沒有哪一次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嗯,因為很多比賽是有很多難忘的 但是在賽事來說呢,在澳門亞洲冠軍 我記得我2004年,我第一次參加過賽事 那那時候,你知道我是一個,我是二十幾歲的時候 年輕赤手 那我一定是很多壓力去拿成績 那我第一次在澳門,是拿了第二名的 因為最後,我幾個彎制呢,我自己是撞不到那個難道 那最後,最後,我自己是撞到那個難道 那最後,那個車子是走到的 然後我又掉到第八落 那我自己那時候,那些是很深刻的 因為我給自己很多壓力呢 因為我給自己很多壓力呢 希望可以贏到這賽事 但是,最後是,得不到獎了 那第二年,我也是,我也是要,都要自己,要推動自己去進步 那下一年,我去,我去,贏過第一次,贏過5年 所以,我都是,這個是一個深刻的時間 就是,最後是可以得到獎 那我都知道,歐陽先生,你從很小 可能是8歲開始,已經在那裡,已經可以接觸賽車 那你到現在,其實已經有段很長的時間 那你怎樣去對賽車的現場保持熱誠呢? 我覺得是,因為我,這個是一個好 question 因為是,我經常都要繼續挑戰自己 譬如,我不是這樣喜歡開車的 譬如,我去一個賽道,然後去開,然後去玩 我是沒有什麼興趣的 我自己是有喜歡這個 competition 我自己喜歡挑戰自己的成績 那我,好像之前說,我贏了亞洲冠軍 我是想挑戰自己去到世界級 那這個是一個很大的 motivation 我自己是,會,這個會令到自己 是有多點,有個 motivation 去下一個,下一個進步 繼續,在那裡繼續進步 所以我整天都是,這個是最重要的 你一定要挑戰自己 那普遍的大眾呢,都認為賽車是一個危險的運動 那如果有人勸你,叫你放棄賽車 投入其他的興趣,那你會怎樣回應他們 我覺得,一定賽車是危險的 但是,我覺得做很多事情都是危險的 你平時在街上走,可以有機會被車撞到你 你自己坐在車,反而,或者坐的士 我覺得比在賽道危險的 因為我們的賽道,我們跟一些車手比賽的時候 都是職業車手啊 我們比賽的時候,我們的車的安全做得很好 是特別的,它特別做到一些車的更安全 在街道的車的 那麼,我們拆了頭盔啊,很多東西是 是有很多規格去 去開發車 那麼,如果在街道呢,很多時候 都會有很多事情可以發生的 那麼,我自己覺得是 不要想太多這些 這樣的事情,我不會說 如果有人叫我不要做這件事 我當然會聽 然後我會看看有沒有意見 我自己覺得是 會不會繼續做 我會不會做到 那麼,賽車,我覺得 整體的危險性不是 不是 比平時在做別的事情 所以,我自己也是 把心思去做好一點 不是這樣 我以為是比較危險的 嗯 那麼,我們剛才也試過玩那個 模擬賽車的機器 是 它呢,就算是模擬賽車 我也覺得很刺激 那麼,如果呢 你在真實的比賽的時候 你的感覺是怎樣 一定是 在賽車一定有一個難度 還有,是 是一個 一個賽車 我是 做賽車是練了很多年 就是技術的 是你自己的 你的 mental 那個 那個 strength 嗯 因為你自己呢 在賽車的時候 你當然很緊張 現在到了這個位置 那時候呢 我去賽車的時候 我是 拿了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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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緊張的那個 energy 我轉去focus 所以,我是擺小心機 不會想太多 如果我拿不到成績 有什麼會發生啊 如果我 如果贏到這個賽事 會怎樣 我不會想這些 我擺小心機 是這個賽事 我要做些什麼 才可以贏到 那我怎樣拿這些彎 怎樣去炸 怎樣去炸 怎樣起步的時候 怎樣起步 我擺小心機 在這些 你會令自己 是可以 不會太緊張 這個賽事 那我現在年輕的時候 我也是 我是很緊張 想嘔 這樣 之前 但是現在去這個位置 是 或者是經驗 還有 是 沒有了那個緊張 那其實 賽車這項運動 在香港 都仍然都未算 那麼普及 那你會不會想 你會不會想去推廣 去推廣這項運動 或者 你會進來什麼計劃 去推廣這項運動 呢 我這麼多年 都擺了很多心機 去推廣賽車運動 首先 香港政府 他們少點 是認識賽車 是一個精英運動 我們都擺了很多心機 去參加這些大小的賽事 令到 政府看到這個賽事 真的是一個運動 我們真的出去 去洗界賽的比賽 那 13年 得到那個結束運動員 這個是令到我們 是幫了賽車運動很多 因為 現在開始 在香港 都有些支持 政府支持 去燒營賽車運動 所以這個是一步一步的 事實 現在 很多人都開始 很多人看賽事 還有現在 香港 都會有一個方法 這個賽事 所以很多事情都開始發生 我都希望賽車運動 都會有幾個突進步 那 最後呢 你有什麼說話 可以免禮我們的同學 努力地賣進自己的目標 對 這個是 今次我們 去東南三院的學校 都是希望可以鼓勵 那些同學 自己有個夢想 因為很多時候 如果你沒有那個夢想 和你不會勤力去那個方向 這個 令到你一定是 做不到你的夢想出來 首先 如果你有那個夢想 你一定要 放很多心機 去那個方向 去 做了目標 在一步 去那個方向 接著 要勤力去做 那 這個是 勤力不是 這麼說 去做 要怎麼去做 有時候 有時間去做 真的要去 辛苦 我小時候 都是很少機會 或者跟朋友去玩 因為 少一些機會 跟我自己出旅程 或者 少一些機會 去 relax 很多時候 自己生日都不在 不在 我自己都要出去 比賽 一個時候 參加了很多不同的比賽 那 要一定有很多 sacrifice 要自己 要 有個目標 你真的想做 那你要 放在心機去做 謝謝阿倫先生 那我也希望 各位同學 聽完阿倫先生的分享之後 也可以真正明白到 Race to win的精神 還有 可以繼續向自己的目標 去進發 因為都祝阿倫先生 往下的賽事 都是很好的成績 那最後 多謝你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師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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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